有些情況我自己也有發生過 例如我寫《港道》 我坐在那裡想是比較難的 但如果我跟別人說就比較容易 原因是在跟別人說的時候 可能會激勵起我們整個人的反應 坐在那裡有時候會令我老 有時候我不是一定會說 而且你用筆的時候 其實我兩人都做得到 但比較上來說 例如有個人一問我經文 我馬上就會很有邏輯性 能夠說得出神的恩典 我發覺流暢很多 有可能是我們跟別人的交流 引致我們容易說出來 亦是有人不同的 有些人喜歡寫 有些人喜歡說的 說就能夠說出來 所以如果你發覺你寫有困難 你可以找一個你正在服侍的人 你就會說我有一個經文跟你說 或者有時候你自己跟自己說 我發覺有時用筆寫是限制了自己的 你可以錄音 自己跟自己說 就是錄音在這裡說 我今天看到這個經文 然後我就有這個意念在這裡說 你又不要計自己的空間 一直這樣說 然後聽回錄音 然後將它寫出來 這個其中一個方法可以令我們 不會這樣定型 事實上人們想法是比寫法快更快 寫法有時限制了 用什麼字眼就想了大量 但你一說 你就不用想 用什麼字眼就可以容易說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想到的時候 可以亦都是用錄音的方法 自己說出來 或者有一個人跟他聊天 一直說的時候 然後就記錄我們說的